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oken的cooking token token怎么听呢 一下打错了 token token 这个是令牌的意思 看到吗 令牌的意思啊 就是说第一次 打开页面是先查看 预下有没有这个token 谁查看 这是谁做的 谁做的 服务器 服务器 prp页面做的 页面查探的 服务器prp页面查探的 不是我们现在是不是 过去打开页面 直接打开页面是prp页面 是不是 对不对 过去打开就index的prp 直接跳远这个页面 你打开163.com 直接跳远prp页面去 是吧 那过去是这样 现在我们是什么呀 这是过去的 过去 现在 现在 现在是什么呀 现在我们打开是什么页面 第一次打开 打开的是html页面 这个时候 我们通过 通过什么呢 阿甲克斯 将 将什么呢 cookie 将cookie 传送到 传送到服务端 程序中 注意 这种形式是主动 传送 它是主动传送的 听明白了 是通过阿甲克斯 干什么 主动发送给服务器当中 判断的 记住了啊 这种是阿甲克斯 主动发送的 上面这种是什么 自动发送的 上面这种是自动发送的 因为我们打开这个 prp页面 是不是prp 直接能调用你的cookie啊 是不是直接可以调用 所以服务器当中 就会直接先查看该预下 cookie中 有没有什么 叫做token 那么如果有token 如果有这个token 就干什么呀 如果有token 就去服务器中 怎么样 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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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样进行比对啊 就是 我们 第一次上去以后 这个cookie 有没有 这个token有没有 这个token第一次上去 没有吧 是不是啊 所以第一次上去是没有的 我们先写这个没有的啊 如果没有 谢谢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token 如果没有token 啊 我们就会跳转到 就会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跳转到登录页面 是不是啊 第二种是什么呀 第二种是等待用户点击 登录 是吗 是不是这两种情况 一种是跳转到登录页面 让你写 另一种是什么 等待用户点击登录 当你点击登录时 当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密码 那登录页面时 登录页面时 这时候会通过提交表单 会通过提交表单 将用户名 用户名和密码发送到 发送到什么里头 发送给什么页面 P2P页面 是不是 发送给P2P页面 注意这个密码不是直接发的 密码是怎么发的 加密发的 是不是 是不是加密发的 加密有各种形式啊 我们用几种形式啊 比如说MD5加密 我们用的比较多一点 但是MD5加密 我们也加几次啊 做三次以上 做三次以上 怎么用MD5加密 用过吧 用过吗 没有 MD5加密怎么加密呢 来 哎呀 这不是MD5.js啊 给大家有这个文件吧 好 我们先把这个js 放到我们这个文件夹底下 有一个js文件夹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文件夹底下 我们这个MD5不有吗 现在我们在这里 就是表单当中输入了内容啊 我在这里解决一下 非得要我都写出来才行 input 这个input里面是一个 type等于一个text 对吧 还有一个叫什么 password password password等 这个这两个内容分别都不一样 一个叫什么呀 一个是 一个是 设置的这个name等于一个 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 我们的这个 这个 name等于一个user 是吧 还有一个是password 还有一个name等于一个password pass 这两个东西是吧 那当你去发送这个数据时 当你发送数据时 我们这个数据就需要提交出去是吧 但是提交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干什么呀 如果使用get形式是没办法干什么的 没有办法加密的 是不是啊 是不是没有办法加密的 如果使用get形式是没有办法加密的 那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部分呢 比如说我们使用一个什么呢 pass的形式来发送 对吧 这是首先我们是看不到的 对吗 其次在我们的代码当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input当中设置一个什么呀 设置一个value输入的值 每一次value输入值时我们会给它进行一个什么 转变 对不对 是不是转变 那转变在什么时候转变 在什么时候发送啊 我们在这里 当点击它时 点击它时 点击这个内容时 我们先来看一下 点击我们哪个呀 这个button提交时 点击button提交时 我们在这里可以针对这个form 做一个什么 document.getElementBy 它的name form 第0项 对吧 然后form.adEventListener 是不是可以真听一个 当中一个submate事件 是不是可以真听一个submate事件 submateHander 我们在前面说过吗 对吧 那submate事件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ubmate事件 这个submate事件当中 我们是先提交 还是先跳转 先提交 还是先跳转 我们在这里来看一下啊 是先提交 还是先跳转 比如说我们现在打算要跳转到哪个页面 跳转到这个 这个登录页面去 这个我们直接写一个登录页面 我们不能直接写那个什么 写登录页面 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块 如果我们在这儿console.alab 打印一下 打印一个a 那就是说我们如果在这里点击了 如果先打印a 然后一点击提交 先打印了a 这时候再跳转 那就是先干什么 先执行这个函数再跳转了 对吗 是吗 先执行这个函数再跳转了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在这里在提交的时候 把其中的这个input 把其中这个input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 where where input 等于一个document.getm的bytardname 当中的input的第一项 就是底下那个pass 是不是啊 是不是pass啊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input的y6修改一下 修改abcdef 可以不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能进行修改啊 当我在这里一点提交 看一下 数据是不是有发送过去 我们看一下数据是不是有发送过来 那发送过来这个数据怎么了 修改了没修改 是不是修改了 原本是什么 空的 现在修改了 是不是啊 那意味着我就可以给它干什么呀 对 意味着我就可以给它加密了 理解吗 意味着我就可以给它加密了 我加密的时候是怎么加密的 就是input.value 等于一个 什么呀 我们在前面先把那个md5引进来 先把那个md5引进来 来 square的 square的 来把什么md5引进来 src等于gs下面的md5.gs 我们在这里是不是有一个md5当中是有一个什么呢 加密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一个方法 有一个叫hexmd5对吧 我们来使用它来做一个hexmd5 md5 然后做加密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有一个 有一个hexmd5 我现在针对input的点什么呢 value做加密 看到吗 现在做针对in这个来做加密 做好加密的内容 做好加密内容 我们现在在这里点击提交 来点击提交进去 比如说我这里输了一个谢天 然后里面输1 2 3 4 5 6 然后点击提交 这个时候跳转过来了 是不是这个里面有一个数据就会发过来 看到这个里面有一个数据 这个刷新掉了 重来一下 1 2 3 4 5 6 点击提交 这是不是就有一个数据发过来了 数据当中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东西 是不是有一个password的 是有一个password的是不是 那这是一个被加密过的字符串是不是 这个字符串我们可以解密吗 可以解的 可以解的 我们现在在这里看一下 这个有一个叫md5 怎么样 解密工具 在线解密 在线解密 你看人家有这个解密工具 直接把这个玩意儿 往里头一口碑一查询 那 他是怎么样做到这个解密工具 他是撞库 撞库 什么叫撞库 他会把这个先往那个裤里面去放 有一个他就会存 有一个就会存 然后就会存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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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字符都放里头 然后撞库的形式去 去把这个解密出来 但是如果过于复杂的 他就干什么呀 解密不了了 比如说我们先做一个hexmd5 再把它怎么样 加一次 是不是 然后再干什么 再加一次 加三次 加三次 然后我在这点跳转 再来打开一下 哎 我怎么把它关了 是这个啊 明白 明白这个 好 我们打开这里 打开这里 谢谢 一二三四五六 点击 提交 是不是有数据怪了 然后这个是我们那个加密的内容 是不是 加密内容 哎呀 复制一下 然后在这里 再把它 沿贴上 然后在这里 点击 查询 是不是 没辙了 没辙了 所以你就要加密多一点 加密多了 那么这个加密好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发给服务器了 首先这个东西加密了以后 是不能解密的 睡着同学 啊 加密呢 加密了以后是不能解密的 不能解密怎么办啊 不能解密 但是呢 我们发给服务器 服务器是不是就能收到 你一个用户和密码了 是不是 然后他会怎么办 他会想先拿到你的用户 到数据库当中干什么 比对 是不是比对 拿到用户 到你的数据库当中比对 比对了以后 认知你这个 找到你的密码 是不是有 在数据库当中 只要找到你的用户 就能找到你的密码 我们早上试验过了 是不是在数据库当中 就有你的密码 有你的密码 然后干什么呀 就把你的密码 也做MD5加密 看 做几次 三次 他做完 这个MD5 会有个特征 就是不管你做了啥 只要你做的次数跟我一样 只要你做的内容跟我一样 那做完的东西 比对他俩是怎么样 相同的 知道吗 这个时候他就把两个一比 一比以后发现怎么样 相同 一样 然后他就认为怎么样 登录成功了 听明白了吗 当然了 我们在页面当中 不同的网站 他公司里头要求 这个加密的方法不一样 有若干的加密方法 然后提交的时候 当然也有若干的提交的名称 他肯定不会用PASS 这样的很明显的语句 去作为直径提交的方式 知道吧 他都会什么什么ID呀 什么什么P呀 什么玩意儿 提交进去的 那么对方收到这个内容以后 会通过表单提交给PAP页面 PHP页面 PAP页面 验证 验证你的这个正确性 正确性 验证你的用户名 密码的正确性 然后标识什么呢 标识是否登录 登录 如果 如果登录 登录 PHP页面 会 主动 存储 Cookie 到 什么里头 主动存储 Cookie 到我们的 到我们的页面中 我们说这个 PHP页面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在打开以后 它是不是就会发送一个HTML进来 会不会 你打开这个PAP页面 是不是就会发送一个HTML过来 对不对 在这个发送HTML页面同时 它就可以存储Cookie 它就可以存储Cookie 在我们的PAP当中 在我们的PAP当中 有专门的一个方法叫做SiteCookie 看到吗 有专门的一个方法叫SiteCookie 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服务器PAP文件 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 已经把数据存到你的Cookie里了 明白吗 谁打开这个PAP Cookie Cookie 就谁存 存到谁里面 记住啊 谁打开这个PAP页面 就把这个Cookie存到了我们的预团中 那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我们PAP页面会主动存储Cookie 到我们的页面所对应的 对应的页面中 到我们页面域对应的Cookie中 那么这样我们就存进去一个什么样 存进去一个Talking 存储Token 到我们页面对应的Cookie中 这个Token是个什么东西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加密的ID 而且是怎么样 唯一的 听明白了 而且是唯一的 那下一次在页面当中 下一次你在打开这个页面的时候 下一次你在打开这个网页的时候 是不是就把Cookie发给谁了 PAP页面是吧 PAP页面以后 它是不是就能找到这里头有个Token啊 找到Token 它去数据库里头 去干什么呀 去比对 知道吧 发现这个Token呢 比对了以后 它发现这个Token有两种情况 另一种是Token过时 另一种是Token不过时 因为一些网站是设置Token过时的 就是我们会发现 我们登录了以后啊 下一回我们就不需要登录了 过了一个月 你在登录这个网站的时候 还需要做特别 还是要去登录 手动登录 这就指的是什么 过时 那么还有一个叫什么 不过时的 不过时就是直接我们去比对 来了以后发现你有Token 并且呢 上面已经标识了 然后就把你Token所对应的那个 那个用户信息给它标识为什么 登录 听听了吗 把Token对应的这个用户 标识为登录 然后进入账户 然后进入账户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次登录时 那Cookie发送PHP页面 获取到什么 Cookie Cookie传过来的 传来的Token 那就可以判断 是否自动登录了 听听了吗 这个就是早期做自动登录的方式 早期做自动登录的方式 我们现在做自动登录方式 是通过HTML 再通过阿甲克斯 去把Cookie干什么 发送给服务端 发送给服务端 这样呢 服务端收到了以后 再去做处理 听听了啊 这个就叫做自动登录 现在能理解了吗 这个思路能理解了吧 好 事务能理解就OK了 我可以做自动登录的方式 我可以做自动登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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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伤录方 Stadt